雙年展 雙年展 在國際的藝術圈裡面是非常流行 在現在國際的藝術圈裡面是非常的流行 幾乎一直有新的雙年展出現 當然就是我們講雙年展最重要的 還是在維尼市雙年展 它幾乎有一百年以上的藝術活動的歷史 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全世界藝術 非常指標性的方向性的 一個大型的藝術活動 在維尼市 美其名雙年展就是兩年辦一次 威尼市雙年展也是帶動了世界各地的觀光客 跟藝術圈的學生 或是藝術工作者 是一個非常指標性的一個展覽 剛剛他們不是我們想像的一個博蘭 一個雙年展在附近在一個地方 他們是登附在維尼市的好幾個私人的 即使是私人為了配合這個雙年展 他們有很多的私人的藝術基金會 美術館都會在同時展出他們 覺得最重要藝術家的一些作品在這個雙年展 所以在維尼雙年展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國家館 他們推出的藝術家 那個時間是維持的蠻長的 所以就是它是一個非常 我們剛好說就非常有指標性的一個雙年展 在維尼雙年展裡面 台灣最好的表現在維尼雙年就是台灣館 在2017年就是推出 那個也是國際知名的藝術家 台灣的藝術家就是謝德慶 在2017年在台灣館裡面展出 也受到國際性的注目 那去年就鄭淑立的展滿在台灣館 也是非常精彩 也是轟動當時的這個維尼雙年展 塞爾文件大展 五年舉辦一次 也是一直持續很多年了 那之後就是我們常看到的在我們的鄰國 我們的鄰國就是韓國 韓國的就是有光州雙年展 這個雙年展對台灣來講蠻重要 因為地緣的關係非常的細 那台灣的藝術家也經常有參加這個展覽 那然後就是卡內基 國際的藝術展 這個台灣比較不太不是很了解 那聖保羅雙年展就是早期的台灣的藝術家 都有參與這個聖保羅雙年展 比如說以前有吳玄山啊 張傑啊等等的台灣藝術家都參加過這個聖保羅雙年展 那之後呢全世界呢就有20大的這個重要的雙年展 因為有些台灣不是很熟悉 那比如說伊斯坦堡雙年展 那也是對台灣來講是蠻重要的雙年展 也有很多的藝術家參加過這個雙年展 比如說麥可麟 或者是陳慧喬 麥可麟叫林雲宏 都有參加過的 很多的藝術家都有參加過這個雙年展 那里昂三年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展覽 因為當年有台灣的藝術家 袁廣明跟賴志勝都有參加過這個展覽 我們比較熟悉的還有就是柏林雙年展 雪梨雙年展也是很多的台灣藝術家也參加過 然後就是橫濱雙年展 因為是日本的關係地緣關係非常近 橫濱雙年展是很多台灣藝術家也參加過 也容易去旅遊或觀光或是看展覽的一個重要的 橫濱三年展 還是三年展不是雙年展 那台北雙年展當然是因為是在台灣 就是台灣慢慢也變成一個國際的一個藝術活動 每兩年蠻重要的一個展覽 然後就是利物浦雙年展 利物浦也是對當代的很多年輕藝術家 蠻重要在那邊展露頭角的雙年展的重要的地方 然後就是比較新的就是上海雙年展 上海也是因為地緣關係 他對台灣來講也是很多的台灣的 台灣的藝術圈的這個畫廊或是藝術家 也都會去在周邊去做為他們的活動 或是參加這個上海雙年展一個很好的一個近距離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Argo 我們以前把它看成廣之大展 是攝帶來一個具有非常國際性的一個藝術活展會 那他們裡面的展覽的作品 就看起來就比較年輕活潑 那很多的其實他們參展的藝術家 都是這次代表他們剛出道 年輕的藝術家 那每一年他們都會舉辦 那那個我們說Argo就是一個廣 就是一個一個元席就是羅馬 羅馬式的這種廣旗 這個所謂的廣之大展 那他們創辦是在1982年 那其實他們有西班牙的政府有大力的支持 每年都會獲得他們的補助將近400萬歐元 那同時在展場上的設計 獲得那個建築界的全力的支持 那我覺得另外一個特別的極致是 是Argo於這個西班牙的幾個大型的美術館 比如說布拉圖美術館 還有一些很多的美術館 有每年都有編列所謂的預算 他們從那個編列預算裡面 寄過去收藏這些他們有收藏的藝術家的作品 那我們講到Argo So 當然是對我們台灣來講 香港的Argo So 這個藝術博覽會 每年的藝術博覽會 對我們來講非常重要 因為對台灣對台北來講 就是一個最近的一個國際性的大型的藝術博覽會 那每年就是說世界上各個地方的大型的 這個知名的畫廊 或東南洋這邊知名的大畫廊都會去參加這個國外覽會 那這個國外覽會 其實對香港政府來講 香港的地方來講 他們也帶動了香港的觀光業啊 跟他們的經濟的繁榮 就每年就會帶動了世界各地的藏家 來到這個Argo So 所以這個Argo So 對這個遠東來講 亞洲地方來講 是最重要的一個葡萄會 藝術以設計也是很多人在問我 他們在這個時代裡面 他們的這個界線 感覺上好像模糊不清了 不過我還是覺得就是設計是設計 設計就是 因為他們設計還是要面對所謂的市場啊 那他需要跟很多人的 很多的 很多的跨領域的合作 去製作一個東西出來 然後他還是跟經濟方面 經濟有關係的 跟銷售有關係 那他比較設計是比較功能性的 比較實用性的 那藝術他就是 非實用性的 他不是可以用的東西這樣 那藝術家 對於他的藝術的創作 就是他只要面對他自己就可以了 可是設計就是 就是要面對很多人要去做一些土鞋 做一些協調啊 那藝術家就是面對他的作品就可以了 所以一個藝術家呢 他雖然是一個人 就是他一個人創作 又要面對他自己的創作 可是他的就是 他是一種實驗性 有一點就相對 他就比較實驗性 他比較不是實用的 所以他的創作上面就是比較孤單 那對我來講就是說 我個人的藝術創作 那好像正好就融合了 就在這個時代裡面 就已經融合了所謂的設計 跟藝術之間的一些界限 因為可能你這個藝術品的生產 就已經不是在 就說藝術家獨自在一個工作室裡面 去完成他的作品就好了 因為在這個新的時代裡面 也要面對很多的比較高科技 或是一些新媒體 那這些新媒體或高科技 也不是一個藝術家 他在學院裡面能夠 就是那種技術 這藝術家是沒有無法在 無法在學院裡面取得的 所以他在生產 他在創作他的作品的時候 他可能也是要跟設計師一樣 他就是要去面對跨領域 去跟不同的領域的一些有技術性的這些 這些技術人員去做一些合作 那去合作可能他也不是說 為了去面對這個市場的 市場的經濟的價值 而是面對他藝術的完整 所以他還是要去跟一些不同領域的人 去完成他的合作去完成他的作品 所以他還是要去做一些 同學們也常常問我 就是說 當一個藝術學院畢業的人 是不是就等於就失業了 這也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在台灣 台灣的早先90年代 90年代的時候 碰到林明洪 他是在美國阿森的畢業 那他講的句話我覺得蠻 對我蠻有用的 他說他們學校畢業的時候 每年還會跟他們聯絡 給他們一些所謂的深層手冊的測試 給他們看 那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藝術專業的話 那學校永遠在你之後 還會做另外一些服務 就給你一些資訊 一些所謂的情報或資訊給你 就是說告訴你 你的同學怎麼樣 他在議談上面成功了 那哪邊有獎學金 哪邊有獎金 哪邊有補助金 那他都會學校裡面做畢業之後 繼續再做對學生的一些 同學的一些服務 那我覺得這個局勢蠻好的 那 所以就是說 一個藝術學院畢業的學生 並不等於就是失業 因為他們還是有 有不同的管道 不同的路可以走 比如說現在就是 像是所謂地球村的話 有那個 有創作影藝術村 世界各地都有 那你會 你會寫的計畫書 或你會申請這些 這些 各地的這些 藝術村的話 你就有機會 他會給你 每個月的一些零用錢 你在藝術村裡面可以接受到 各地跟你同才的一些藝術家 你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就可以認識更多的 這個策展 或者一平 或者是世界各地的霸廊 那那個機會 可能就更大 那還有就是很多的基金會 因為其實 你用心地去寫計畫 或是公務部門也是 就是你也可以去 好好寫計畫書 你也是可以申請到 一些 一些對你生活上有幫助的 一些 精進的效應 可以讓你再繼續創作 剛畢業的一個藝術的創作者 要進入這個藝術圈的時候 剛畢業的一個藝術的創作者 他經過一種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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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 或者參加一些展覽的時候 那也是 一種 好像有點捷徑 那 美國的那個 其他主義的藝術家 Jasper Jones 他有說過 他年輕時代的這個創作 都是一種策略 年老的時候才開始畫自己想畫的畫 我覺得這也是蠻有道理的 所謂的策略就是 可能你要 利用你的專長 你的藝術的專長 去參加一些 就是 比賽 可是比賽你也是弄清楚說 每個地方 每個地方的藝術比賽 或我們藝術比賽 都有他們的 個人的脈絡 你還是要針對他們的特色去拿出你的作品去對付這些比賽 就比較容易能夠進入這個比賽的絕選或入選 在台灣當代藝術或現代藝術 在80年代是一個開啟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新的方面的重要的開始 就是因為1984年在台北的市立美術館的開館 後一年 有一個第一次對外的一個真見的一個展覽 有一個第一次對外的一個真見的一個展覽 比賽的展覽 叫做 中國現代繪畫 新展望 就是開啟整個美術館的一個 當代藝術的一個 對後面推動的一個力量 那這個展覽 那這個展覽呢 就是隔兩年之後呢 就是就改了名稱 叫做 中華民國現代繪畫 新展望 那這個展覽呢 這個新展望呢 就是在第二屆之後呢 就連續的在 在三四屆之後 那1992年呢 就 在92年第五屆之後 就改成台北現代 美術的雙年展 這也是所謂這個 現在的雙年展的前端 剛開始的一個集體在這邊 是對國內 而不是對國外的 那這個雙年展開啟之後呢 在第六屆時的1994年 也是叫做 台北現代美術雙年展 那這也是新展望一直延續之後的 最後一屆 那在這個 這個展覽之後呢 就在1998年的6月呢 就開啟了台北的雙年展 正式的變成一個 國際 藝術展覽的一個活動的開始 一直到現在 在雙年展 台北的國際雙年展 繼續在持續中 所以這80年代的時候 最重要是在 一直到現在在 這個基礎開始 也是在 美術館的成立很重要 我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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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